下一次说我欢迎你的脸是什么 绝对有真正的AI建模脸一席之味 它们给人的第一感觉就是长得很完美 你会觉得它们是从话里面 游戏里面走出来的一样 很难在现实里面见到 比美貌稀缺性还要稀缺性 我找到这种建模脸的变美核心 不管你长上基础怎么样 只要你拿脸的 就算是我这种大凸嘴不气脸 狭子皮 也能变成人间AI建模 F** everybody just do your thing Wake up Today's gonna be a good day Wake up Today's gonna be a good day Wake up 贝膜脸AI脸 它们给人的感觉是非常有科技感的 核心重点就是它们的线条 非常的俐落流畅 我们首先需要把刷子 这种宽宽胖胖的换成这种扁的 比较容易画出线条感 就把自己五官脸型 比较曲线的地方 都给它调整成比较直线的样子 第二个重点呢 就是它们的五官都很对称 所以如果你有什么高低眉 大小眼 左右脸不对称呢 这一期就是你的必修衣 赶紧收藏赶紧学起来 学到一点你都可以上进步勺 下笔战还有一个 金东新百货发起的 万不皆可女人的活动 公布的形象 居然也是一个虚拟美女小贼 又A肉散 擦脸总体 还是一个亚洲人的形象 五官眼势中 还是比较容易学起来的 比较我们直接从中间 往脸周破散 这样子它会有自然的纹破感 只有小贼的面部情况 面中的高光区还是挺明显的 一个V型结构 再把眼下这个三角拉上去 这样子整个面中又饱满 又提拉紧致 额头两眉之间的上面 用高光让它往外凸 鼻子从两眼下面 这样子你整个鼻子 它的这种凸凹凸的立体度 就会很明显 下巴是一个椭圆形 这种下巴特别的娇俏 如果你跟我一样 有点下巴后缩的话 记得把这一块 口轮杂肌下面的头影 稍微的提亮一下 把我们原本宽宽的 鼻背阴影先给提亮了 这样子待会我们刮出来 鼻梁就是又高又窄 用气垫把高光晕开 用液体的缩绒棒 把眼周打得暗一点 需要打在颧骨这一块 让整个脸看起来更流畅 把我们的鼻影 拿一个扁一点点的 从眉头这里往下 画我们的鼻影弧度线 画窄一点 鼻肺也往里面推 之后鼻头画一个菱形 把下面这个鼻小柱全部打上 你的鼻头就显得特别的翘 沿着刚刚的弧度线 再往外拉一下 眼眶外圆线也给打了 因为小姐它的眉眼结构 就是一个平行四边形 弧度线最平行 眶骨线最也是平行的 刷子 拇指刷 晕开 之后把黑眼圈 录音去掉 咱们这个立体度级妆就搞定了 像眉毛不对称的人 我们修眉的时候 就可以把它折中一下 高热的修上面 低热的修下面 之后呢 画眉毛 不要去画框 只要你一画框 就会强调了 你眉毛的形状 大小和位置 所以眉毛不对称的 我的建议是 只画眉底线 确定你大概想要的眉毛形状 之后其他的 你都用短距离的斜线去前冲 这样子它整个形状出来 就是比较雾隆隆的 就拿眉刷 把上下边缘都抒开 让整条眉毛的边框感更弱 那另一条的时候 把笔杆竖过来 也是定眉毛下缘 终极武器 你把前置摄像头打开 然后对自己拍一张 因为现实和右眼里面看 这个不对称 它其实是没那么明显的 镜头画面 它是一个平面静止的定格 所以才会显得你 这个不对称特别的明显 哇 画得好对称的我 就是脸有点歪 粉状的鼻翼 按着刚开始的面部轮廓 再修饰一遍 记住这一条平行线 这样子里面中会聚好看 太突兀的地方 咱们就用干爽的手指擦一下眼影 这个平行四边形 真的是好明显啊 而且我感觉有点像 明毅卓的眼睛 先拿这个橙色打个底 你可以在眼尾这里 画一横大桌 往前运 下眼睛 往下降 然后往前勾 这样的可以打小一点的刷子 沾一个深棕色 眼尾把它框起来 简单的往前运 对 往中间走 深色眼尾的高度 接近我们的双眼皮 填补这一个三角区 看上眼瞼的线条更平直 看起来就更有线条感了 因为下眼瞼它是一个很细节的部位 你要是晕大了 真的很像黑眼圈那样 换一个点一点的刷子 平视镜子 靠近我们下眼瞼的最低点 是把下眼瞼画平 之后把两个脚给它连起来 形成一个闭环结构 用驴粉 从下眼瞼这里 画一个长窄型的卧蚕 卧蚕前半段控开 适合用来加闪片的 玫瑰金的珠光 增加眼睛的光泽感 大小脸 用双眼皮的真的是立竿建议 用的是这种蕾丝双眼皮贴 非常自然 隐形 它要喷水 等它干了差不多之后 在你双眼皮最高点都要上去 你看这样子 就会把双眼皮提上去了一点 弄的这个扁刷子 在末尾这个双眼皮 走这里压一下 更明显一点 眼线把前面这里补一下 把整只眼形补得更平一点 然后就可以把我们的睫毛夹起来 睫毛打底 之后用睫毛把我们眼尾抬起来 半截假睫毛 把它贴在你睫毛的上面 跟着你刚刚那条眼线 加了之后 睫毛长度盖过了这个双眼皮 所以它就变得更不突兀了 中间这一个控制 我们拿一些单根的假睫毛 把它填掉就好了 下眼瞼这里也是可以用一些下睫毛 给它拉平 黑色的眼线列比 强调一下 跟回眼影把它兜回来 快点不要超过眼影 棕色眼线交比开一个眼头 靠完那个眼角 整只眼睛也会犀利的不少 可以带一个美瞳解决下三白的问题 两只眼睛对比 蛮猫眼的正装 你不做表情的时候就最好看的 快去学 三个是一个土色系 暗色一点的 V字打在颧骨这里 顺便修了容 然后中间面妆 我还是有一点不够饱满 咱们就拿一个嫩粉色 稍微的让它更蓬一点 嘴巴它是一个裸唇 好像很多建模的人物都是这种 比较半画的嘴巴 微笑成呢还是个 秃嘴其实也是可以画 镜面唇肉的 只是你需要把边缘的反光点全部压掉 只留下中间的就好了 加一个深一点色厚的 这一块打薄 然后阴影点在两个层角 出光高光 鼻头 脸头 好明显 好漂亮 像脸型不对称的 选择侧分 或者是只留一边的刘海 去模糊掉脸的中心线 然后呢 我们只需要把假发戴上就可以了 教大家一些 把假发变得真一点的tips 感觉自己一瞬间变成了像不高手 把这个发王一直往上推到自己发际线那里 我用的是前蕾丝的假发 假发相对来说没那么假 主要就是三个点 模糊它的发际线 这样子 然后去做出一个比较适合自己的头型 顺便在这个时候你就可以修剪长度 一层卷完了再剪下一层 之后呢在耳朵上面做这么一个弧度 让它有一个往上扬的比较自然的感觉 之后呢 在发际线这里打造一点碎发 这些碎发它到时候就可以挡住我们这些蕾丝边 就是一个非常真的动作给到 用个挂耳套 增加一下时尚度吧 挺紧张的小贼 可是一个时尚美女 还有一个特大消息 京东新百货及线上线下消费 体验与一体 美妆服饰、运动家居 各种好物全都有 逛京东搜索 京东新百货总有理 终于